不同意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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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同意的部分兩票 不同意的部分九票 未過三分之二 所以沒有取得歷史建築身份 麻煩紀念建築身份 紀念建築身份 投票票數一樣是十一張 不同意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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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同意一票 不同意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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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一票 同意一票 以上同意一票 不同意十票 也未取得三分之二多數 所以不具經驗新建築身份 本案就是 沒有任何文化資產價值 解除業務 下一題 審議案發案由北投區中美建 一二九橋二號十號 及五十一向十六號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本案是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十七、十八、十九條 不禁止定期配置審查案法 歷史建築地面建築 登附費審查及補助辦法 地方建築全登附費審查及補助辦法辦理 辦理情形一 中美街一二九項二號十號 及五十一向十六號建物 目前管理單位為 本土地政局主義開放總隊 三次建物均位於北投市立科技園區內 因屬新號第二期 區段徵收範圍 原定於今年會放離建物開除作業 其中北投區中美街 中美街一二九項十號 及五十一向十六號 正常屬本局列策建物 原此本局一 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十四、十五條 規定辦理文化資產價值評估 等局於 107年8月6日召開 北投市中美街一二九項十號 及五十一向十六號 列策建物及文化資產價值評估會刊 出席委員包括詹建成委員 和元朗委員及劉徐英委員 地區會看結論略也提供 本經會區文化資產價值潛力 將施大理文化資產價值審查 專案小組對刊 會看進度請強附件一 三、本局於 107年8月7日 監獲民眾過往徵集 林魯雄 原建物所有成人之一 提報北投區中美街一二九項二號 中美林家鼓措 提報表現場附件二 金本區韓勳 土地圖開發統順 目前加入所有權勤勤 地該總結 107年8月24日 和該建物遺屬室友 本局考量該區遺屬未來 拆除作業範圍 原因之選請 二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序 四、本局序於 107年9月12日邀請 招勁人薛勤委員 張副政委員 張副政委員 經理副部委員 辦理 北投區中美街一二九項二號 10號緊五十一項十六號 融化資產價值審查 專案小組會刊 會刊結論略引 本次專案小組會刊意見 初步認定 認為中美街一二九項二號 屬具融化資產保存價值 中美街一二九項十號 五十一項十六號 去融化資產保存價值 將需提送和審議會審議 對刊地固請答 附件三 有關專案小組會刊委員 意見摘要如下 一、三、弄建物 皆屬中美街地區普通民宅 海陸地區可透特色為外貿 及形式簡單 較盛缺土地環境地底的資源 如稱 主委、田、水峻子的情況下 難以交解營業的價值 二、中美街一二九項二號為 周子偉、林氏族人居住 人為三開間建物 以林間及右次間為主 較為一般不住化資產保存價值 三、中美街一二九項十號 及五十一項十六號 建議保留 三、可一地保存 以免影響土地跟配置 土地擁有權 四、建議法案之調查研究 應急進行 清楚開單位協助 以便日後保存計畫 此類開刀 建議為之先行 避免類似案件代謝 中美街一二九項十號 據四合格特色 材料工法建築特色為 閩南建築特色 無極限條優美 為周子偉、一代林家組織 原為三橫園 為澳秀屋口 後製在第一鏡 所為四合園 以三橫園為本體 叫公道建物 又因液煙水 有台高地面使用 周美街五十一項十六號 為閩南單洞專造 目前正面專器工法細緻 養和瓦原木屋頂 保存良好 甚至極限能公佈 歸代線條優美 門口唐號增樣居 為玉石減年 應所為保存 為周子偉一代 郭家組織 為一條農情勢的 五開間葛局 凹壽入口 專造建物 又因液煙水 有紅燒地面使用 若不保存 找營養原樣 我幫助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 請委員參看附件次 此為中美街五十一項十六號 地級地形圖 請委員參看 請委員參看 此為中美街五十一項十六號 地級地形圖 此為中美街五十一項十六號 地級地形圖 此為中美街五十一項十六號 現況照片 建物的外觀 請委員參看 這是室內正常的現況照片 這是中美貼129項10號建物的外觀 包括內存、正常、院門等 129項10號的室內空間 129項10號目前入口周邊的情形 就是129項2號門口 室內的現況 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 基本資料中美貼51項16號 目前土地所有權人包括私人及本府新公署 新階段管理單位為地震土地開發總隊 129項10號創建年期又建於1911年 細節請委員參看 目前現況概述三書建物已完成徵收補償程序 協助前土地完成配地圓 預計於今年第二期預算徵收辦理地震物成功點章 管理人保存意願 原房屋所有人表示有保存意願 現建造管理人 土地開發總隊建議為避免影響 以配地之地主權益 採議地保存價值分析 請委員參看 未來管理維護財務規劃 依現行融資法規定文化資產 應由所有權人管理人使用人管理維護 未來保存管理維護 建議請補派總隊說明 登錄範圍及影響評估 本案保存範圍土地所有權為公有的私有 管理單位現建範圍 本土地震及土地開發總隊 登錄範圍突算為導用地及分配私人的土地 有關對於北投市民科技園區計畫之影響 建議請補派總隊寫說明 擬辦 一請同意登錄北投區中美街 51向16號建物為歷史建築 名稱中美郭市副座 種類宅地 位置北投區中美街 51向16號歷史建築及其定著土地之面積及地號 歷史建築本體為 中美街51向16號建築本體 建物物建號登記 建築物座位土地為 北投區新中美郭 85部分第1號 該領土地面積為 3737.02平方公尺 4次第1號部分 該領土地面積為 1045.142平方公尺 本兩里土地 實際保存面積須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登錄理由及其法定依據一 波性為早期移入周美之較大宗族 此建物與臨近東洋宗武廣聖宮 曾為波氏宗族於周美郭肯的見證 2.建物為英格隆形式的五開天格局 拗售入口 專照閩南式建物 入口堂便以檢點方式呈現分樣區三次 為波性宗族之表征 3.建物民間次間的屋籍及燒門 屋籍之極度均留有檢點裝飾 水車子堵投影專標裝飾 賭人處理專器樓空之字及花式 兼具採光與通風的功能 兩側山床之極墜 座部空間格局正應典之上上路拉窗 亦保存完整 過去應該地不容易淹水不踩到地 自己保存棗園 若肯生活圓樣 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陸廢紙審查 及輔助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1、3 評定和評定基準 2.您請同意登陸北投區中美街 129項10號簽物為歷史建築 名稱中美民視足座 總類宅地位置 北投區中美街129項10號 歷史建築及其定住的土地範圍之面積 1號歷史建築本體為中美街129項10號建築本體 建築為北投區中美段一小站1005 建築面積26平方公尺 1006建築面積44平方公尺 1008建築面積38平方公尺 1009建築面積114平方公尺建築 建築物座路土地為北投區中美段18部分 蓋比地號面積為10348.63平方公尺 53部分蓋比地號面積為278.43平方公尺 54部分蓋比地號面積為263.47平方公尺 55部分蓋比地號面積為249.34平方公尺 56部分蓋比地號面積為1480.28平方公尺等 5比地號 實際保存面積順以保存範圍實測速度為準 登陸理由提起法定依據 1.本建築為州籍為一旦臨家祖座 林氏中族自清朝成莊中隆溪縣來台台台坎 2.本建築園為三合院 北澳秀入口後增加第一鏡成為四合院 包括建築物本體、院門、內城空間 因過去該地區避免水庫裁造地基 建政外窗溪園物的COPEN室 3.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陸廢紙審查 主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一 3.反評定競選 3.北俄區中美街129巷2號 國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不指地府 及不登陸立建築和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及居座建築需 4.本案提醒分審議會審議B1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主拍總隊會做說明 第4 B1政局委屈開總隊這邊再補充說明一下 就是我們北投市林科技園區這個案子 在93年進行整地初步規劃的時候 其實有依照修正前的文化資材保存法 第3頁四條有進行詳細的調查範圍內信仰中性 還有文化資產價值的建築物 然後在文化局在93年10月14日的時候 有一個規劃北科的整地初步規劃期中檢報裡面 有表示說就是今天要討論的51項16號以及129項10號 因為分布零散落前聚落然後建築形式簡單 屋頂磚牆有部分改建或加蓋 所以是不利於限定保存 所以當時有說文化局這邊不予夜管 然後事後在93年就是市府這邊召開的一個 93年11月市府召開的北科米飯區段這首案的 業務協調會會議裡面 然後也有決意到說就是剛才說的51項16號 以及129項10號這兩個因為一樣是因為建築形式簡單 那部分已經有改建或者是加蓋等等的因素 所以不予保留 那所以在當時其實這個區段這首範圍內的 我們其實的議題已經有93年已經有處理過 而且也處理完了 所以後來的都市計畫也是就一刀的部分辦理 那在都市計畫裡面也有寫明說具文化意義的建築物 就是像已經有保了已經是歷史建築的 然後已經對這地區的文資保存已經予以考量 而且在開發前都有調查 那後續執行監管就是都依模化覺得建議 然後就是或者是讀計畫辦理這樣 那因為這個區段日收市本府的重大開發案 那而且全區已經經過土地分配 所以土地都已經登記在私人土地的行下 那權狀也都發放完成 那目前在進行工程的部分 那所以說是否可請委員 就是依照原來的三年的決議辦理 請委員考量 謝謝 這個案子有兩個提報人 曾經發言跟曾經的時候 那我們先請提報人 一位郭婉珍 主席 各位委員好 那我也會自己再反幫我文化一下 好先回應剛剛那個 跟他媽總隊說明93年的一個會議紀錄 那會議紀錄我們也有看 當時他有一個建議是因為 會處現在的一個開發區域 所以當文化制裁遇到區段證收 到底文資先行還是區段證收先行 我想請委員考量 到底是先畫地還是補錯已經在裡面 然後再者他們所列的所有補錯的審查 等一下我們提到那個位置所在 好下一頁 文資法三十五條 陰間調查本來就是存在的一個法令 中美間在清朝一百 一千七百三十年左右 左仙拉台 就是沿著基隆和張中仁的聚落 清末的時候日記時期 他已經是一個中美莊的一個型態 林氏家族剛剛提到的是 張中榮溪的白石堡 多氏家族是張中榮溪縣的劉瑞寶傳社 下一頁 文資法第十五條公布之後 溯及舊榮 那一百零七年 土地開發總隊基隆 財監法園替上橫攻絞交作業 已經雖然是已經完成了 那當然他就是公有 那如果他是公有 是不是更應該考量當時的一個 整個聚落的一個狀態跟不錯的狀態 而不是說93年我們有這樣子的認定 我們就一直這樣子認定下去 所以當我們提出文資審議的時候 老百姓也只能自力救濟 以所有權人的身分提出文資等務審請 這個案子才會再被看到 下一頁 近三百年的一個閩南聚落 家跟田地 我們中美界是這樣子在發展的 各家的起家出是一排列條狀的聚落 面對各家族的農田 我們是從水岸邊依次菜園 田地就是剛剛委員有講 下一頁不好意思 這是整個聚落的狀況 其實這個下面所有的項目都是不錯 我不曉得為什麼當初他們在規劃的時候 只有三間 而且其中只有四間 而且其中兩間是在建立你 下一頁 所以你們看到的中美界 其實是橫掛在這個整個都市計畫的設計裡面 他根本沒有剛剛的這樣子的地理的文理 下一頁 對照土地使用分區 這一次的三處的議案 加上八十一項股票 我們居民也提出申請了 整個其實是連串著 他其實旁邊就有一個公園預定地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當時不能規劃在公園裡面 做一個聚落的保留 下一頁 那針對一二九項二號 我們樓主有提出不一樣的建議 也參考到有縣刊的委員的一個建議 提出不同的意見 那在當時有九項二號的時候 他們其實是有一個雖然是一房一廳 但是當時的建築是因著他們的在地的需要 跟在地的一個價值 而不是說他到底美不美 那我們有一個家族成員 單位會說明下一頁 好這是他 好雖然有改建 但是拆開來這個是原貌 謝謝 好謝謝 下一位是林武雄先生的代表 此為一二九項二號補出林武雄 支持女林智三的發言 我想要補充我們家補出的狀況 希望委員能夠給我們保留的機會 大爺是阿公與阿嬤的法爺 下頭墊高 外頭看似水溢 其實裡頭是七零二十 上回尋找七零二十的工作團隊 由來確認並與手機定位 一般窗戶大部分是左右開了 歐盟家是上下開 比較不一樣 早期生活昏苦阿公阿嬤及 爸爸國父們就任這小小的空間長大生活 當年總共我為阿公取其所蓋的房子 牆壁相當不容易 且阿公是獨子尚有三個姐姐 能蓋出單一紅妝瓦座相比不簡單 中美應該也有很多像這樣的單一古措 三合四合不是一般老百姓所蓋的情的 而它也是中美百年來的一部分 也是中美重要的文化資產 紅妝瓦座現今大臺北 還有幾處人找到像這樣補色補香 原之原味的 牽移異地將來用於展示中美的歷程 想必也別具特色更戰力化 現入來臺定軍中美至今280年 北投區中美里七零周美街129項2號 舊子士林鎮周美里8055號 阿公當歲時曾祖父去世 曾祖父省吃鹼用把阿公撫養長大 以前生活困苦 三合院四合院應該是有錢人的豪宅 更別說是屋頂的雕花 屋頂的對稱等等 唐號的白餅 就當時而言 非密門望主是不可能擁有的 肚子都填不飽了 怎麼可能有錢錢去掌握居住的美觀與時尚 紅樁網米南市建築 就周美這地區來說 不是每個家都蓋得起三合四合院 很多都是單一的紅樁華座 但它仍是周美最早的屋子 年代也許沒有這麼久遠 但它卻卻實實存在著周美的歷程 三合四合院是實質的物 而單一紅樁華座 卻有著無形的文化資產 大秘密的地方非常難同 直到現在我們家族 還是年年會到古厝聚會 每年都有近五十多人的家族成員到古厝 結婚嫁娶等都是 甚至說上亦有全部親族人員的簽章支持 我們是大家庭 座位煮油飯搓湯圓 包粽子很熱鬧 外套就是要紅開點 又沾上很多 因此份量很多 道成早期的曬道可德 那是小孩子稀稀的場所 是曬蘿蔔 亮掛菜 冬瓜 花鍋雞 豆薄的場所 豆腐 鹹 農瓜 豆干 蘿蔔 甘 醬油 都是出自阿嬤之手 然而背後所有家人的幫忙與協助 也是您家人居是這麼磨來的 空有建築沒有內容 就是去了裏 就煽動 謝謝 好 今天有兩位晨熙人 登記發言議 每個人三分鐘 第一位是資歷山里頂長 我們知道 各位委員大家好 那我從那個劉威風當局長時候 就經常來這裡 可是今天再來發現 文化局還是蠻弱的 因為以前我們在審查時候 委員都說我們是最後一個單位 所有市府的錢都發完才有我們 我們只有九億元 人家都拿幾十億 我們就沒辦法 可是我會覺得說 這樣子真的不是辦法 那我們真的一直很挺文化局 就覺得說在任何國家 文化資產都優先 可是我每次你看 從剛剛第一個代 第二個代第三個代 第十個代 很多都是開發 跟我們已經都放到陸式計畫裡了 地主會反對拿來住我們的 那我會覺得說 我們現在還有機會亡羊捕牢 因為過去我們不敢做為 是因為這些土地跟房子是失人的 可是現在已經點交完了 是我們市府的跟土地開發總隊的 依照文資法 房子是公的 是不是就應該能夠重新進行文資審議 因為105年規定 超過50年的公有房子 就可以進行文資審議嘛 所以我們應該先把這個聚落跟房子先保留 至於土地的問題 就是你剛剛開發總隊聯想的不是不可惜 如果早在93年文化 好像好像一直說 我們文化局在93年 如果認定它是聚落 我們就可以透過都市設計 在徵收過程中把它排除 就不會影響地主的權利 好像講起來是這樣 可是每次我們打電話 給都發局跟土地開發總隊 都不是這樣 都說地主會反對 地主會反對 都不是就說 我們很認同你們文化資產 那請你們先把它保留下來 我們會想辦法一同跟那個 都發局來解決 都不是這種態度 但現在還有個機會 現在雖然是公的 是你們的 我覺得可不可以再重新亡羊補牢 根據文化資產這個條 這個法 因為文化資產是特別法嘛 應該高於其他的 那土地開發總隊 只是地震局下的 跟都市計畫也都根本就更弱 更不是最主要的主角 在一個城市的發展裡面 那是不是重新能夠來亡羊補牢 那至於地主的權益 我這個上面有另外一個圖 其實我有畫出來 就說他們大概會分到什麼樣的地點 那綠地在哪裡 那我自己有一個很天真的想法 是能不能重新都市計畫換地 那地主的權益就不會受影響 有沒有可能重新走這個都市計畫 那它也會改變你們原來的都市設計 所以就不會重新需要經過內政務 或行政院的審議 這是我的幾個希望兩千區埋的想法 謝謝 還有最後一位 下一位是基隆和守護聯盟合建制 請找到時間三分鐘 各位大債 我是基隆和守護聯盟共同招集的 合建制民間的社團 那今天要我們提出 總共有幾個民間的社團 一起希望呼籲我們的成績 基隆就像剛剛提供的地方提報的這幾個地方 基本上是推薦證 福建、明南、漳州人、波姓、林姓、家子 將近百八十八個民間的這個見證 那如果這些還存有 屋況基本上還算良好的這些舊宅 能夠適當的給予保存、保留 我們當然今天要希望是 甚至能爭取是原地保存 因為如果再做一些像剛剛介紹的 它原來的一些周邊的這些歷史空間 跟生活空間 因為這邊其實周梅從它的地名 其實應該就是橘仔貴 沙州的後片 橘仔貴 它其實是一個原來是涼水焦貴 那現在因為雙溪做了一些整治之後 其實它又做了一個九段 其實它在台北市的水岸地景、水文化地景 是非常特殊 它是山水、阿維 那甚至過去也有周梅郡 現在周梅郡是不是能夠 也能夠適當的做一些 在未來的這個原區的開發 能夠做一些適當的保存 讓水、菌、這些農田 然後過去它是一個農雨 這樣的一個生活 我也聽過社區的老一輩的長輩說 他們已經抓魚 已經抓到現在貴的是恰其爛 刺其魚 以前他們是同一天早上只吃到會爬 那附近的這個雙溪是阿維 這些重要的這些水文化 我們很期待能夠透過學員的專業協助 能夠讓這個力氣能夠再保存 能夠讓這個號稱智慧型的科技園區 因為真正有一絲絲的人 而不是全部謀畢 完全是騙控牌 而把這將近三百分的歷史 使用力請全部合辦 這是我覺得是非常的樂意 謝謝 那登記發言完畢 那麻煩提報人跟陳秉登記的部分 請一致旁聽喜 那我要進入會議討論 謝謝 請我補充一下 當年93年的時候依據34條 其實現在的35條的前身 差別只是當年不用送審議會 所以當年的做過調查報告 只是不用送 但是現在是要送 所以差別大概一點點的差別 然後做過審議 那時候回復93年的時候回復 是就整個範圍內 大範圍的做聚落的時候 認為沒有這個必要 應該是這樣子 但是就歷史建築 或是其他價值有沒有的部分 其實還有兩棟是做列車 所以在開發的前夕 其實我們必須去看那兩棟 所以這一次其實是 我們自己還有兩棟在裡面有列車 那另外他們那個團體的部分 他有提報進來 所以這次以併去看 那包括今天其實主要討論這三棟 有一棟大概十號的部分 那委員認為後來看覺得沒有 剛剛等一下 等一下二號的部分可以再討論 那那個是因為委員的 那文化局就不表示意見 所以包括我們兩棟的列車 其實去會看的結果委員是認為有價值 我們自己列車的部分 然後做一個說明